各位亲爱的同志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由万中国际头铺 林宗祥为您制作的标股及先锋 美国股市因为要升息 因为高科技股的下跌 在这里吓死人了 道琼跌了450点 450点 纳斯达克跌了380点 很多东西都在想 老师台北股市会不会崩盘 到底要跌到哪里 过年后会不会有行情 我在这里很明白的告诉你 有的股票真的是跌不下去 你乱砍的话 你小心 你砍在阿呆股 股票市场 有一些股票反而升息之后 它会涨得更凶更快 为什么 因为升息之后你在这里 要有价值的观念 一档股票因为在这里受到国际或是非经济性的影响 它跌下来绝对是让你买的 因为你跌下来买你可以赚更多 对不对 我讲话就是这么简单 首先我们看一下今天台北股市 今天台北股市最多跌216点 老师跌死人了 老师我股票全部卖光光 你卖光 结果收盘涨了89点 等于涨了300点 对不对 上个礼拜五 爱普收盘价405 我就告诉你爱普它有发行GD2 410块钱 跌到405你还不敢买 不然要怎么样 那你要跌到多少才敢买 对不对 今天653的爱普 对不对 开盘开低 美国股市重挫 本来开低就很合理 美国股市重挫 难道爱普要开涨停板 怎么可能 对不对 好 打下来你又不敢买 393 395你不敢买 拉上来 还想空了 还想放空 打下来又不敢买 有一个会员挂403 结果竟然没买到 收盘410 410刚刚好就是它 GD2发行的价钱 有够准 很多都这边 我知道今天不敢买股票的 说实在 做我的会员能够不卖股票 你已经算是及格了 当然还不敢说 你在这里是完全正确 但是跟你讲是及格了 对不对 我跟你讲爱普 各位 对不对 300买400卖 300买450卖 380买 这个都258 对不对 后来涨到了750卖掉 他去年要封关之前 他是从400多块涨到700多块 一月份 一月份 那我老师为什么今年的一月份没有这样大涨 因为他本来拉上来了 但是因为GD2要定价 所以他要给你打回来到410块以下 410块以下就是给你买的 难道410块以下公司发GD2 然后没有人会认吧 当然会有人会认 对不对 爱普600块买800块卖 400块以下买600块以上卖 这里又是200 那老师 那这样子的话 爱普今年会不会过600 我如果告诉你会过600 那如果你是400多块买的 400块以下买的 你又是赚200块了 各位啊 我跟你讲 我找股票有我的道理 因为爱普做太多趟了 我了解他的股性 对不对 这一段的休息整理 很像这一段的休息整理 很像这一段的休息整理 后来他会大涨 后来他会大涨 那爱普为什么会这样子走 老师为什么 他明明上个礼拜已经涨到455了 为什么不一下冲过500 因为他要发GD2 对不对 所以他又顺势拉回到410块以下 明天爱普有低点 应该可以买 就算做现股当中也OK的 当然很多投资朋友都在想做现股当中 今天你比比刀还做现股当中 你不是刀到那些 对不对 4961的天狱 很多投资朋友都想没有信心 想要卖光光了 你要卖光光你就去卖 没有关系 你就尽量卖 今天最低打到203.5 这一波最高 我们180块以下不是叫你尽量买 最高拉到293.5 293.5 结果一跌跌到203.5 刚好跌了90块钱 好扯 不过如果没有这样跌下来 不把福尔洗一下 你将来要怎么过300 对不对 我还是非常看好 去年赚了30几块EPS 今年如果比去年 不是如果公司也办法说 法人也说 今年的天狱 整体的营收跟获利 会比去年多一成以上 两位数字成长 那股价要过300块 应该是OK的 应该是OK的 要不是美国股市重挫 要不是这个投信乱卖 要不是鸿海申报转让 他怎么可能会再跌到 200块给你买 对不对 明明都已经来到290几块 就要过300块 插那临门一脚踢一下 就是美国 害得钟晓老师的民生 因为这一支让市场上看衰 我实在 老师你180的时候 你就说会到300 结果到了293.5 老师 你真的很烂 对我就是这么 我看300块的目标还是没有改变 因为今年赚的比去年多 今年又有ESL 又有驱动IC 又有电源管理IC 今年的营收跟获利又比去年好 对不对 哪有道理 老师我上一次低点180块 我没有买我很可惜 老师我这一次要等到180块再来买 恭喜你 恭喜你 你就等180块好了 你就慢慢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的 一定等得到的 你就慢慢等 老师会跌到180块 那我现在220230我去空他一下 等到180块再来补 那我又恭喜你 我恭喜你 你就慢慢等 好不好 总有一天等到你 小心 当等不到的时候 那你就慢慢看 对不对 6237的滑汛 你看今天从多少钱 76块拉到81块 拉了5块钱 我们这一支股票有做过 这里有赚 这里买进以后赚两支涨停板 这实实在在的 这不会骗你的 赚了两支涨停板以后 卖掉以后 回来这个平台整理 100块左右又再买 老师你买100块套牢 我知道套牢 不然 对不对 我套牢就是套牢 前面赚20块 后面赔10几块 我现在就算叫出 前面有赚的 比后面的 也没有输到哪里 搞不好还小赚 但是我看好 所以我没有叫出 对不对 上一次也是跌到70几块 一拉拉到130 上次也是这里 这一涨就涨快一倍 那我哪有道理卖在70几块 我不是猪八戒我才卖在70几块 去年全年大概可以赚8块钱 那股价才80块 我哪有道理在这里卖的 我要卖要谈到100块以上我才卖 老师会谈到100块以上吗 你慢慢看下去好不好 你慢慢看下去 你用看的就好 你不要买 你一张都不要买 你买了套牢又来找我 我的会员 我有带进 我有带出 没有关系 对不对 各位就是这样 3051的利特 我跟你讲 我还是看 我还是看 40块这个高点会过 他减资 他没有融资 所以你没有断头的问题 你买了利特 你不会被断头 你放心好了 你就给他抱着 今年利特有做元宇宙 他有打入 这个所谓的中国大陆的车厂 这个元宇宙 那个荧幕的订单 你就抱着 你不会被断头 你放心好了 你会等头 你知道吗 我在这里跟各位同事朋友讲 今天下影线300点 你看一下是不是很厉害 是不是很厉害 对不对 各位 所以我们既然股票已经这么多了 所以很可惜 要不然 5483的中美金 跌到200块以下 我真的会买 又上来了 中美金我有告诉你徐秀兰 5351的预创 各位又跌到70块了 从多少 20 30 40 50涨到100 100也跌到70块也差不多 问题是 我没有办法再买 除非我要卖掉一档股票 才能再买预创 我不能把会员每一个会员都当做张忠谋 都当做郭台铭一样 反正就抠买就对了 我如果是不负责任的老师 我就这样做 但是我不会这样做 2317的鸿海 今天是不是涨了 对不对 我在解盘我也告诉你 100块以下的鸿海 你有什么好卖的 当然或许100块以下你不卖 涨到110可以先卖 那也是10块钱 那也是一支涨停板 但是如果鸿海会到110 那天狱就不止 就不止220了 搞不好就250 280了 因为天狱是鸿海旗下的 老师那为什么鸿海要申报 转让天狱对啊 那他赚钱不能卖啊 可以啊他要卖就卖啊 老师他会不会卖更多 他卖更多 股价越跌不下去 将来涨更多 我真的不知道 鸿海这个集团是怎么搞的 是不是因为这个郭台铭没做以后 这个有一些鸿海的在这里恶搞 刘良伟是不是 刘洋伟是不是 我觉得有一些 很奇怪 思考逻辑完全不对 他是不是要卖一些股票 让大股东在这里买一点 就跟当初 资源在50块的时候 公司的大股东 公司的董事长高阶 全部下去买很多的资源 结果从50块涨到250 我不知道天狱是不是 这个鸿海要卖一些出来 然后让这个天狱里面的研发人员 让天狱里面的这个高阶主管自己来买一点 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他后面会涨 我就是不卖 我低我还要再买 甚至如果低买的话 我还可以做现股当冲 当然今天没有做就是没有做 今天我叫会员做 也没有会员敢做了 我问你 6531的爱普 我今天叫你买395块 你敢买吗 你不敢买 对不对 老师打到跌停怎么办 你买395块 收盘410块 赚多少 赚15块 一张就是1万50张就15万 你也不敢买 对不对 所以各位 讲再多都没有用 老师带会员 就是股票要带进要带出 对不对 各位 我问你 汤小姐 我问你 林俊廷 我问你 我当初有没有带你面300块买400块卖 我当初有没有带你300块买450卖 我当初有没有带你带380买750卖 我问你 我没有带你再700块买600买850卖 都有啊 都是实实在在的啊 对不对 洪小姐进来了600块买800块卖 我又没有带你这样做 后来在这里 陈小姐我又没有带你 一样啊 400块以下买啊 600块左右出啊 都有啊 老师我现在买这500块 500块买着爆炸 将来搞不好到1000 老师会到1000吗 他是台积电合作的 他做3D封装 GD要发行410块 为什么要发行410块 那他可以筹那么多的资 你以为他筹资是为了炒股票 没有啦 人家如果没有接那么多的订单 人家不会去筹资的啦 就跟台积电嘛 资本支出1000亿美金嘛 台积电如果没有接到苹果的订单 台积电如果没有接到 这个Intel的订单 台积电如果没有接到 国内IC设计的订单 他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 去扩充产能去先进制程 爱普如果没有接到后面 今年以后的大订单 没有接到AI的大订单 没有接到IPD的大订单 他为什么要去发行410块的GD2 要认这么多金呢 因为他已经接到订单了嘛 所以他一定看涨的嘛 那美国股市升息 升息怎么办 升息 爱普也要涨 不升息爱普要涨更多 我跟你讲爱普一次涨都200块 这里是200对不对 这里我看是200跑不掉了 200块走不掉了 这里是600到800 这里是500多到600多 500多到700多 这个是200 这个也是200 这个也是200 这里上去照理来说 最少也是200 好不好 这是我的看法 你可以不要买 你可以去放空 没关系 我告诉你空单很多 我看了一下 空单真的不得了 一天的空单几千张 这几千张我算一下 爱普的空单几百张几千张 人家是400块 几千张那真的不得了 等于40几块的股票 要几万张 我恭喜你 放空赚钱 我恭喜你 我们的会员不敢做现股当中的 你就买了就放在那里丢着 过完年回来搞不好就600 过完年回来就600多了 今年上半年 搞不好就700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老师你不知道不能乱讲 对我没有乱讲 我只是跟你说 他有一个惯性 他一涨的时候 大概都是300到450 涨50% 从400块以下涨到700多块 是涨一倍 从600多块涨到800多块 500多块涨到800多块 这也是50% 从300多块涨到600多块 各位这也是50% 那这里会不会再一次50% 让我们好好的看下去 够了 今天最后一盘被人家吃了100多张 买在410块 那你可以说 老师那个买的人都是猪八戒 都是呆子 对 人家很呆 那明天人家再买上去 那人家更呆 好不好 所以各位 有钱人之所以有钱了 做的和想的跟你都不太一样 都不太一样 各位 底部量说好买点 我高档爆量好出货 专门计算主力筹码 为什么爱不要收410块 我不知道 但是我告诉我的会员 礼拜五我就告诉他们 会到410块 因为礼拜五是杀到405 很多人怕 那我说会拉到410块 各位 有没有准你自己看 好不好 有没有准你自己看 W1788标股急前锋 我在这里 我要计算主力筹码 我要告诉你 各位主力筹码怎么计算 主力筹码怎么计算 主力筹码怎么计算 各位 在这里 所以标股急先锋 在这里会跟你讲 各位 主力筹码会告诉你怎么做 好 明天的爱普 会不会来到432 为什么432 因为258 好 祝各位投资票 操作顺利愉快 祝你做股票 非常顺利的赚大钱 谢谢 本公司以望着 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险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选择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